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他今晚真的是说得很好 他今晚就是嘴高高 明天就是躺高高 逗高高 我不是讲副电台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有听过这个人吗 有人说乾隆这个人你听过吗 你知道乾隆是谁吗 乾隆是清朝的一个王帝 如果你有读不是圣经 你有读中国历史的话 你会非常了解这个人 会晓得这个人是谁 乾隆在这条命是怎样的一条命 历史学家如此地说 他是历史上最服命的 在清朝时代最有福气的一个王帝 他当了60年的太平王帝 意思说在他当王帝的期间 是平安五世发生的 而且他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有人称他为 他甚至称自己为什么呢 是实权的一个老人 可能这个文言问你听不懂不要紧 宫廷相传他如此说 这个命理实将对乾隆的八字 如此这样说 他说 此命富贵天然 这不用说 占得性情宜常 聪明秀气众出 那为人笑 对不起 忍笑 学必文武 精威 那幼岁的时候呢 就见到种种的灾难 但是并不妨碍他 那运交十六岁之际呢 就身体健壮 那身体呢 而且呢 志向更加 生命中呢 有一个好的妻子 那是最咸最难 那那哇 好像很多很多这样 那那讲到他非常非常的好 那那种盖儿讲是什么呢 此人是什么呢 富贵天然 人为孝训 那那寿元高厚 听着懂我讲什么吗 文啾啾 那那他最后最后就要说 他身上有五福 就是寿 富 安宁 堪宁 好的 靠宗命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命 好不好啊 你通常你去看一些 给你人家算算一下的时候 你说哇 你的命多好 多好 多好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会不会啊 你不要这样毛巾我 我会怕怕的 你知道吗 当你去找一些 命理师还是什么 时候 你会看到 哇 你的命怎样 怎样 但是 哎呀 你要小心一点 怎样怎样 但是你知道吗 今天你跟我都是 相信耶稣的人的话 你跟我的命 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命就是有一个 不一样的命 为什么呢 因为加拉太书 二十二章二十节 如此说 由今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架 活在里面的是什么 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 活在我里面 对方说明你知道吗 你跟我当相信耶稣过后 你跟我的命运 已经不再一样 哈喽 我今晚不是风水师 我今晚也不是 算命师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跟我的命 已经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头 我们已经改变了 我们你知道吗 有一个信耶稣的 算命师将跟我讲过 你知道吗 一个人相信耶稣过后 他再也算不到他的八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八字已经变了 哇 你说好不好啊 看看你旁边的人 看看一下 你知道你变了吗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耶稣 你重生了 对不对 你重生了 你的八字 再也不一样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今天你跟我命什么 来下一个 你跟我的命什么呢 来看看 你跟我的命什么呢 来来来来 再往下 你要跟我命什么呢 我读给大家听 此命什么 我大蒙祖福 高蒙祖宠 深蒙祖爱 真蒙保守 蒙全得胜 出入平安 健身体健壮 灵魂信圣 从小智慧和声量 得神和人的喜爱 上帝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诅咒你的 怎样 我必诅咒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着你的福 管理海里 空中全地的一切 生养众多 天满全地 治理这地 今天耶稣在天上如何 你在地上也如何 哇 你知道你的命 是如此的蒙福吗 跟你说牧师 你开玩笑吗 是的 你的命是如此的蒙福 今天你跟我相信耶稣 我们再也不一样 我们的命不再像过去 人家 人家看 我是不是烂命一条也好 我一个不好的命 苦命 我们常常华人 还是常常讲 哎呀 我的命苦啊 命苦啊 不是的 今天你跟我是一个 作者为王的命 是一个最高稿的命 为什么最高稿 你跟我的命 已经不再一样 不在诅咒中 你知道吗 你跟我在相信耶稣之前 我们绝对是在 那个咒诅里头 但是你跟我相信了 耶稣过 我们已经不在 那咒诅里头 什么咒诅 亚当下我犯罪了过后 有什么咒诅 你要终日 劳苦 汗流浃背 才得到什么 苦口吃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 做工的人说 哎呀 我的命就是这么苦 我每一天就是要去上班 没有的话吃什么呢 对不对啊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跟我命 已经不再一样 今天你跟我命 我们只需要 好好的解高稿 你会看到事情产生 为什么呢 往下一面看 好 今天很多时候 像我刚才讲的 你听到人家这样讲 你算你的命的时候 你会做紧紧吗 你会说 哎呀 我一定想要做一些东西 来解决我的命 在我们还没有相信 耶稣之前 在之前 你会发现说 哎呀 我们就是要做一些东西 我们就是要做一些东西 来解决我们的难关 对不对 对不对啊 哈喽 哈喽 对 这样就对了 这样还像教会嘛 哈雷路亚 我非常喜欢黑人的教会 讲一讲 阿们 阿们 是是是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跟我的生命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那个里头 已经是那做完的生意 什么说呢 竟然来看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这里和尔本讲到什么 若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一个人做了亡 何况 那受鸿恩 又蒙所赐之一的 岂不更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掌权了 对不起 在生命中做完了吗 对 你看看和尔本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认为 这一个版本的解释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做亡 对不对 一般上我们在看的时候 没有错 今天你跟我相信耶稣 耶稣已经进入我们里头做亡了 但是你在看其他版本的时刻 你看新一本的话 如果你有新一本神经 他这样如此的说 如果因着那一个人的过犯 死就因那一个人而掌权 那些蒙丰富的恩典 并且得公义为赏识的 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 在生命中掌权的 好像有一点点翻译上不一样 对不起 我要告诉你 圣经没有问题 翻译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所以你在看和尔本的时候 你看那你不太明白 这些情节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最多只能解释说 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掌权 没有错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在我们里头 那这次经文要带出的是一个 更生意成什么 他自己新一本 差不多翻得更加靠近一点 说这一位耶稣基督 在生命中掌权 什么来的 不太明白 我给你看一下 看多一个版本 如果今天你看过这个版本 叫做当代一本 当代一本讲什么呢 当代一本这里讲到说 如果 对不起我直接讲最后的 就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自己的生命中 做王 不再受死亡的挟制了 这种什么意思 今天你跟我相信耶稣过后 是 耶稣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那更没有问题 但这个经文要带入一个 更深的一个城市 是告诉你什么 你不只是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中掌权 而是你在你生命中做了王 做了王 牧师 你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吗 是这样吗 弟兄姐妹你想想 耶稣是谁 在启示录 耶稣被预表谁 什么王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为何耶稣被预表成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因为哈喽 弟兄姐妹 你跟我都是 在耶稣基督里 做王掌权 做王掌权 你知道吗 中文版本比英文版本 翻得更加直接 我看了几个英文版本 也在这里翻得 有一点文啾啾 但中文在这当代一本 非常直接的一刀插下去 是说 你跟我在我们生命中 能做王掌权 但是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王掌权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 做王掌权 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导致你跟我今天能在我们生命中 做王掌权呢 哇你说 你在外面听的时候 你听那些 记忆讲说 哇你是有能力的 哇你是可以做什么的 哈喽 那个是什么 那个只是记忆讲而已 那个只是 只是讲什么 新巨人的东西而已 跟你说 你是神 弟兄姐妹 你跟我不是神 但是你跟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呢 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 那个全面 已经可以做王掌权了 王到底是什么 你有看戏吗 这里有谁没有看戏的 哈喽 没有看戏的请举起手来 没有啦不用举啦 那是非常圣洁好的 非常无别的事 对不起牧师也常常看戏的 牧师也常常去CN看戏的 OK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你看许许多多的古装戏的时候 你看许许多港剧 韩剧 你看欧巴 欧巴没有演那古装的 那你知道吗 看那些港剧 韩剧 台剧没有 中剧的时候 中剧是什么 中国剧 最近很流行中国剧的时候 你看那些作王的 那作王是什么呢 演作王是怎样的 演作王是怎样的 牧师接这张椅子 演作王是怎样的 王帝都是 鬼屋 不是啦 而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王帝就来 坐那边 对不对 如果讲到这样讲 坐这好不好 你知道吗 王帝你一看到王帝 坐王的时候 他是怎样的 他是来坐在 他上朝的时候 他都是坐这里 处理事情的 你有看到一个王帝 到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吗 告诉你 你看到那王帝 演来走来走去 一般上都是比较 不能用一点的王帝 是不是 因为事情一发生 哎哟 心脏啊 要怎么解决啊 要怎么解决啊 他去问他旁边人 问他太监 我问他宫女 我问他种种人 要怎么解决啊 但是你知道吗 他真正 作王的是怎样 坐这 好 这个 拉出去斩 这个 三千银两 好 金城墨尺 三千大板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王帝只要口说 事情就成了 对不对 王帝有亲自去做的吗 哈喽 没有啊 对不对 王帝会发现 古装是演得很清楚 你知道对于中国人 这种情节 太容易明白了 对西洋人 还要想一下 对于中国人就是 我看到王帝就是 来 解决 解决 很少王帝会去 亲自亲为的 去做好东西 一般上这样的王帝 都非常短命啊 为什么 因为每个东西 都要亲力亲为啊 每个东西都要做到足啊 总是不能安息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跟我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已经变了 或是我们用 我们华人的一句话 我们的命已经变了 我们一定不再像 我们过去活着的那种方式 是你还是你 相信耶稣 你也没有变 你的身高还是一样 你的体重还是一样 全部都没有压力 没有问题 头发可以变 没有问题 衣服可以变 没有问题 还是你 但是弟兄姐妹 你跟我在里头 已经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重生了 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我们改变了 而这个改变是 耶稣赐给我们什么 耶稣赐给我们 是我们可以管理 我们的生命的 符合圣经吗 从亚当被创造的时刻 上帝不是已经告诉他说 你要管理什么 管理权地啊 那过后 应该亚当睡着 为什么 他睡着 因为他听了一个谎言 而睡着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他就把那个权柄 给出去了 但是今天 耶稣数回来的 是比亚当有的权柄 而更高的 为什么 今天你跟我 好像你看清朝戏里头 这样 王帝都自称 他自己叫什么 什么子 天子 哈喽 到底有没有看古装戏的 你知道吗 王帝都被称为天子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今天你跟我相信耶稣够 我们的身份 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 是天父的 儿子 那难道不是天子 那是什么子 弟兄姐妹你明白吗 你跟我都是天父的儿子 为什么没有姐妹 姐妹反对 抗议 抗议 为什么 没有 你知道吗 上帝看男或女 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 因为得一样的赏识 得到一样的能力 得到一样的权柄 没有说 君从牧师的 多一点点 君从牧师的 太太的 就少一点 没有 上帝不是这样的 上帝得的是 一模一样 平等 平等的 你知道吗 很多圣女说 哎呀 牧师祷告比较有能力 一定要找牧师 牧师按手下去 按了有重量的 不是的 是每一个人按手都有 从圣灵而来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圣灵充满在你身上 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 哈喽 你要赶鬼的时候 君从牧师啊 半夜三点钟 赶快来我的家 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上耶稣 基督给你全面 是一模一样 跟君从牧师身上一样的 哇 所以君从牧师说 好死了 我真的是可以 是可以躺够够了 你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一样的 属灵全病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一切 让你已经有 做完掌权的生命了 这做完掌权的生命 除了能处理 你生命中的 每一个事情以外 甚至能让你的生命 完全的不一样 改变过来 你知道吗 一个不能掌管 不能看到 要怎样策划 自己生命的人 是怎么样的 好像无头苍蝇这样 对不对 左飞飞右 飞飞一样 你不能 你不能因着 在耶稣基督 看见说 我在三年后 五年后 我要去 要往到哪里的话 你的生命就好像 没有一个方向一样 哈喽 那些弟兄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如果姐妹看到 你是这么样 没有方向的话 他还会跟你吗 你知道吗 姐妹都很喜欢说 弟兄是有方向 这个方向不是自己想出来 而是耶稣怎样带领你 你要好好祷告 你生命中不是读完书 就去做工而已 而是有上帝的一些心意在里头 你跟我的生命 已经是做完掌权的生命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的生命 好像还在是一个 奴隶的生命一样 哈喽 你知道吗 在旧业里头 相信耶稣的人 他们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 对不起 相信上帝的人 没有成为神的儿子 还是神的仆人而已 但是来到新业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跟我相信耶稣的 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子 这个儿子好像仿佛天子一样 是可以 哎呦 差点 是可以坐着 去面对一件事情 比如说 这样的生命好吗 你想看这样的生命好吗 你在面对一切的时候 你是可以坐着 去面对一切 那如果你要明白 坐着去面对一切的时候 你就要从 坐这个字来 开始讲 往下 那你知道吗 坐这个字 在华人里头 再往下看 对了 是这个 你知道吗 为何我们今天能够有个 坐够够的这个命 那你从这字的字字眼来看到 华人这个中文 是非常奇妙 对不对 它是什么 坐这个字嘛 它里面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人 都要两个人坐在什么上面 坐在泥土上面 在古代里头 椅子还没有出现之前 休息的地方 就是好像一堆土砂 或是石头一样 坐在上面 好好休息 久而久之就成了这个字眼 对了 这边你跟我有这种 坐高稿的命 为什么坐高稿的命 因为耶稣所完成的一切 来往下 你知道 耶稣所完成的一切是什么 来 圣经经文在哪里呢 就在 希伯来书八章一节 这里讲到什么 对吗 八章一节 对 希伯来书八章一节说 就是我们有这位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 赤大宝座的右边 第二个新闻是什么 但基督 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第一个三个经文是什么 你坐在我的右边 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这些都书现在希伯来书 什么意思是坐着的 你会看到这三节经文 都讲到坐下了 你会发现说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而就业的大祭司是怎样的 如果你去看圣殿的模式的话 你会发现圣殿里头 什么家具 大部分该出现的都有 除了一个家具 没有罢了 是什么 你会发现 没有椅子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圣殿里面有没有椅子 圣殿里面一张椅子都没有 但是为何来到新月的时候 希伯来书既然说 基督完成了一切的 而他可以坐下了 好像休息一样 好像休息一样 就好像仿佛创世纪一章里头 说讲上帝第一天造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造完了过后 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是怎么样 没有最后一天 第七天的时候是怎样 安息了 那安息是因为上帝太累了吗 不是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在播放 孩子的圣经的时候 播播播 收拾完间 他说上帝创造了六天 第七天 上帝太累了 所以需要休息 弟兄姐妹 上帝根本没有休息 上帝是二十四七步打烊的 他从创造到今天 从永远到永恒 都完全是没有睡觉的 为什么 这是有经文讲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那安息到底是什么 这里讲到坐下 坐下指的是一个安息 你知道吗 我们华人不太想讲安息 因为安息主怀 哎呀 吹过雷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安息这个字眼不要讲 不好 不是的 当你回到圣经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坐下 仿佛指着 安息 而今天 耶稣 在天上如何 在地上 也如何 你知道吗 你看中文圣经 所以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个地上 也如何 今天 耶稣基督 在天上 是坐在宝座上的 而今天你跟我面对 我们生命的种种 一切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 坐着 来面对 我们的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说牧师啊 你说坐着 哇 不塞走 为什么 坐着都有 只要坐着 哎呀 张开嘴巴 啊 东西吃就来了 哎呀 喝就来了 是这样吗 哈喽 是这样吗 哈喽 你想想看 哇 好像坐着的时候 牧师在讲 哎呀 这样我们就过着 懒懒多多的过我们一天 不是的 这里讲到说 坐着是你 已经在你生命中 已经可以掌握这一些东西 因为为什么 耶稣已经给你那个权柄了 你去面对的时候 你只用 他大个拔好 大个拔好 往待在 大个拔好嘛 对不对 他只要讲了过 事情就产生了嘛 所以人家 广东话 难听的讲一句 谁警报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 只要他讲了事情 就成就了 成就了 今天你跟我的生命 也是如此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宣告的时候 事情成就了 你去做什么吗 哈喽 可能你什么都没有做 可能你也只是开始做应该你要做的东西 过你每一天要过什么 但是你在宣告的时候 事情就成就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如何 我们也该如何 我们也应该如此的 是安息的过我们的每一天 但是今天 我们很多人不太能安息的过我们每一天 来往下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好像非常难一样 再往下 我们今天晚上每一天都挣扎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天都好像做这个andman这样 有看这个andman的戏吗 用华文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就好像热窝上的蚂蚁这样 你看到蚂蚁是怎样的 你把它放在热的地方 它是怎样 哇 到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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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热嘛 对不对 这个燕羽是什么意思 用想尽办法做一些东西 哇 好像andman这样 你看andman的戏的时候 哇 就是变起来的时候 哇 就是要跑跑跑 它就是要解决它种种的事情 为什么 蚂蚁嘛 很小嘛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很多人生命是好像如此的 我们以为说 我们以为说 见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哎呀 好像热窝上了 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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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不见东西的时候 你第一个是靠着耶稣先祷告 还是你先找了 再来靠耶稣 你知道吗 我有好多次的经验 多得很 为什么呢 明明那个东西就放在我面前 我就是找啊 左找右找 就是找不到 哎呀 我说 上帝我投降了 我最后现在我开始 我就祷告耶稣啊 你开我眼睛 让我看到 哎呀 就在我的前面而已 教学妹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人的本性是很 很喜欢靠着自己 去处理东西 那有错吗 尤其我们这些 我们华人的本性 哎呀 就是要刻苦耐劳 刻苦耐劳 为什么呢 要做 没有做 吃什么 吃蜂咩 没有啊 就是要努力做工 努力做工 所以今天你看 为什么 你有一定的 不错的生活 为什么 你说 哎呀 你看我 牧师 我靠怎样打拼 打拼出来的 弟兄姐妹 哈喽 若不是上帝给你那恩典 你打拼也没有用 若上帝不是给你那 那个时机 你打拼也没有用 若上帝不是给你那健康 你打拼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上帝给你那个时机 给你那个机会 给你那个健康 而你可以去打拼 而你可以今天赚得 不错的一些收入 好像你可以过一个 不错的生活 这些都是上帝的祝福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上帝的祝福 我们所拥有一些 都是上帝的祝福 你跟我的生命 是完全变了 我们是蒙福的生命 为什么 你有看过这样吗 你每一次你去到一个咖啡店 没有人的 你一进去的话 不到五分钟 十分钟 哎呀 一半满了 在吃到晚的时候 整间满了 哈啰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身上有上帝的同在 你有上帝的祝福 当你去到一些地方 没有人的时候 突然间有了人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人很容易靠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上帝的恩典 好像进步入头脑一样 我在想问大家多一个问题 当你一生病的时候 你先做什么事 有多少人是先找药来吃的 不用举手 不用举手 可以给上帝吃 不用举手 有多少人一生病的话 哎呀 这样去看医生先 正常吗 正常 正常的 OK OK 看看你旁边的 你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但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是怎样呢 哎呦 生病了 祷告 耶稣啊 我应该怎样 耶稣啊 你要医治我吗 好 我就等待你医治 耶稣啊 你要我去看医生 我就去看医生 耶稣啊 你要我吃药 我就吃药 哈啰 这是不正常的 OK 所以看看你旁边的人 这是不正常的 你看我都不是 这地上正常的人 哈啰 我们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坐着 来面对事情的 这事实上正常的人 是坐啊 坐啊 坐啊 我不这样讲 不是叫你不要坐 而是当你 你一个不正常 生命也是什么 你这个不正常 在这个地上就是 哎呀 先祷告 耶稣啊 我应该要怎样 去处理这件事情 哈啰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包括我自己 哎呀 牧师也要悔改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呢 我一生病的时候 我就很自自然 走去我家里的 那个药库里头 拿出药 那过圣灵 你祷告啊 你有祷告吗 你要怎样吗 所以我学了很多次功课 说原来这样小的事情 到底我们是靠着 我们自己想办法 觉得 哈啰 你吃药 如果你发烧 你感冒 吃药能解决吗 当然一般 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而且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今天你跟我 相信耶稣 而我们这所谓 不正常的生活是怎样 你是来说 耶稣啊 我这里有点不舒服 耶稣啊 你要 耶稣啊 我求你的医治 我是怎样医治 上帝会给 他一个说 哦 叫你去吃药 叫你喝水喝多多 你去喝水喝多多啊 你知道有一次 我感冒的时候 我就是不想吃药 我倒戈了过后呢 上帝会给我一个感动 没有什么图画 看得OK 没有 上帝跟你说 要喝多少个水 没有没有 很正常的 喝水多多 我就想喝水 我就一直喝水 喝水 喝了两三L在那一天里头 第二天 好了 弟兄姐妹 上帝可以用种种他所创造的东西来医治我们 上帝可以用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 上帝可以用药物来医治我们 没有问题 甚至上次可以超自然的圣灵的降临在你身上 医治你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今天我们是安息坐着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呢 好像还是像那个MN这样的 到处要找办法来解决每一样事情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后者 包括我 为什么 我也在学习 当面对种种难题的时候 哎呀 就是要想尽方法 小尽秒之 你知道吗 我的太太跟我说 你才做牧师几年 为什么头发都摆了 哎呀 过后我跟她讲说 我宣告说 不是不是的 在耶稣基督里 连皱纹都没有的 你知道吗 人家是要用SK度 不用不用不用的宣告 在耶稣基督里是可以皱纹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当你坐着安息 去面对你的生命的时候 哈喽 皱纹会多吗 你这个人开心的话 专家说 不是我说 专家说你心情过得好开心的话 哈哈哈哈 你里面的Mustle在运动的话 哈哈哈哈的话 哎 你知道吗 是更健康的 所以你每天过着头眉苦年 靠着自己的方式 我告诉你 你不住三五年 我最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 跟我同睡的 哎呀 我差点认不到她 为什么呢 她除了白发长长以外呢 哇 她脸 哇 我不是批评她 我不是论断她 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 原来在耶稣基督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来在耶稣基督里 你去面对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起来 虽然五十岁的 你看起来 哈喽 年年十八岁 好不好啊 姐妹们 哎呀 那弟兄们好不好啊 年年二十五岁的 哎 没有弟兄要 OK 不要紧 我要 我要 哎呀 你知道吗 在耶稣基督里就如此 今天我们只是需要做着 但是 今天很多时候 当姐妹屌异啊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那种姐妹屌异啊 或是我用另外一个 比喻来跟你说 今天 你今天 来 下一张照片 你今天 去到外面厕所的时候 如果你去公厕的话 哎呀 哎呀 你看到外面公厕的话是怎样的 哎呀 你看到这样的 你还敢坐下去吗 一般上 我觉得 冰城人 不用讲冰城人啦 马来西亚的没有人会坐下去 对不对 所以一般上你去厕所会怎样 你会这样 肚子多痛的 没有办法 发功啊 如果他厕所窄一点的话 你会这样 你知道你要感谢耶稣哦 你想想看 如果你挥到一般那个 那个plastic板啊 或是木啊 还是我突然就 砰 倒的时候会怎样 你知道你今天 我们很多人 我们去公厕上的时候 哎呀 哇 连我都这样 我告诉你 因为做什么 我知道我做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有细菌 最近才有一个人 因为公厕里头的细菌 而上次了生命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去到公厕的时候 哎呀 这是练杂麻的时候 这样 哇一下 那今天 如果你到 酒店 好一点的 这样的厕所的时候 哎呀好不好啊 非常好啊 对不对 但是哦 很奇怪的哦 你知道我们人就有一种习惯 看来这样清洁 给我们来坐这样 找到吗 来 够哦 还不够你知道吗 要怎样 如果是你的话 你别挤手啊 OK 哎呀 OK 走看又看啊 安心了啊 安心了啊 哎 对不对啊 你不需要承认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去到这样的厕所的时候 就会看 哎呀 那时候有第三种厕所 是怎样的厕所 你去到家里的厕所的话 哈喽 你会这样吗 你会这样吗 我问你 你会这样吗 不要举手 你会这样的话 你妈妈一定打你 我现在洗厕所 今天一定回去修理你啊 为什么 我们去在家里厕所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有人洗得很清洁 我们家里有可能有妈妈 有爸爸 或是你是家里负责洗厕所的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知道吗 因为你洗得很清洁 所以每一次回家 肚子一痛的时候呢 我马上可以坐上去啊 跳起二郎腿 这样在那边 半个小时也不要紧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有人洗了 而洗得很清洁的 所以每一次我太太一回家 她都很安心坐家里的厕所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洗了 所以说牧师不会洗厕所 不要笑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在那边洗厕所 洗厕所也会想出一些奖章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我想的 是我太太想的 你知道吗 今天你家里的厕所 你当然不会这样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妈妈一直说 这个谁宅 那不会的 你知道吗 你只会回家坐着稳稳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人洗了 有人洗了 回到第一个厕所 你知道第一个厕所 反映了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有多相信 这个厕所 第一个是 我们完全根本不能相信 为什么 很肮脏啊 即使有人洗了 也不能完全相信 为什么 因为很肮脏啊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样前面你知道吗 当你完全不能相信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过得完全靠自己 你可以是相信耶稣的 你得到救恩了 但是你所过的 你生活的每一天 可能你是一点也不相信耶稣 会帮助你 走过你每一天的高山跟低谷的 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牧师也不知道的 因为在你过每一天的时候 唯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上帝有说 定你的罪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还是得救 上帝还是爱你 上帝要帮助你 信靠他更多 Amen 你会发现说 当你开始在那种状态的时候 不是很相信 半信半夜之后 好了我要相信耶稣 我要相信耶稣 好了我走啦 我尝试 我尝试一下啦 就好像一杯水 我尝试喝一点点 哦原来这样甜的 我再喝多一点 哦这样甜的 我再喝更多啦 弟兄姐妹 我们会走过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我不太能相信 我不太能相信 我不要坐上去啦 我靠着我自己见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上大号的时候 痛苦吗 是很痛苦的 对不对 每个人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哇 你尊不到三十秒 你一定 这就一样了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刻 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这时刻 你尊三十秒 你已经矫正了 你尊完一分钟 我不知道出来要怎样 结果我整个脚麻痹了 出来这样 弟兄姐妹 我们面对我们的身体上的亏损 耶稣其实可以让我们 就好像这样做下去的 而第二种呢 哎呀 不用放了啊 那这样放放放的时候 骂骂骂的时候 你相信耶稣了 你也开始跟从耶稣 你开始 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来掌权了 但是 你还有一点半信半疑 你就是要加一点东西 你就是要加一点自己的东西 哎呀 耶稣没有可能这样对我 这样好的 哎呀 我帮忙耶稣多一点点 可能耶稣太没有空了 我帮一点点 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 有吗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弟兄姐妹 但是你跟我的生命 最难的是来到 一回到家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很难 靠着耶稣 安息在耶稣基督里头 很多时候 我们不晓得 耶稣为了这个厕所 你的家里的厕所的座位 付了多大的代价 洗厕所代价大吗 牧师代价很小呀 你别以为洗厕所代价不小 厕所是要在那边 准着慢慢洗的 OK 那你要看那边旁边 有没有躲着的肮脏什么 今天耶稣 一次性完全解决了 如同你家里的厕所 这么干净 你可以坐着的信靠他 相信他 每一件事情 兄姐妹 每一件事情 你可以全然信靠他 不是因为你自己洗了厕所 你知道了 你自己坐在那边 不是 而是因为由别人付了代价 好好洗了那个厕所 耶稣就好好洗了 你生命中一切的肮脏 好叫你可以安稳地坐着 面对你的明天 今天为何我们一睡醒 我们不讲 哎呀 今天我要坐坐 哎呀 今天惨了 惨了 我要交工 哎呀 今天惨了 惨了 要考SPM 哎呀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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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一睡醒 就说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不管今天风浪如何 耶稣与我同在 哈利路亚 这个不是 激励讲座 OK 你不是早上起来 喊喊几个圣经口号 事就改变了 不是 而是因为你的信心 移到耶稣身上的时刻 在耶稣的信心 事情产生 那你原本的状况还是有吗 还是有的 你面对的难题 还是有的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怎样知道 耶稣已经供应了给我们一个 可以让我们安然坐着的 当你不停地 眼睛往回 耶稣看的时候 往回 耶稣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所坐的这个位置 是安稳的 不是 不是 对自己的 不是 坐坐 不是的 耶稣已经给你了一个安稳的座位 让你去面对 你生命的 每一个难题 但是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 左夹 右夹 前夹 后夹 不够啊 换掉整个盖 哎呀 再不够啊 来谁做装修的 整个把它敲破 中间放过一个 弟兄姐妹哈啰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能多相信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不是靠你 每个礼拜来听听 君从牧师讲道而已 是那个是重要的 而是更加靠你 你每一天如何的 在耶稣基督 每一天领受一切 透过他的话语 让你转向耶稣基督 因为为什么 这世上太多事情 转移我们的注目 你看如果你一进公厕 哎呀 公厕原来这么多 五颜六色 五彩缤纷的 你的眼目 已经在那个 五彩缤纷的东西上 就好像今天你出到 出到外面做工的时候 五彩缤纷吗 绝对五彩缤纷 去上课 五彩缤纷 绝对五彩缤纷 对弟兄啊 哇 五颜六色 花花绿绿都有 对姐妹的话 全部的壮男 哇 今天看到钱的话 哇 那钞票 五颜六色吗 五颜六色 钞票重要吗 重要 但是钞票不能超越 你的耶稣基督 对弟兄 你跟我如何帮助 我们自己一直转向耶稣 而我们能相信 他直到一个 好像很正常一样 你回到你家里的厕所 你会不会问 阿妈 今天厕所有洗吗 你会问吗 我想你不会问嘛 对不对 你一进到厕所 你马上坐下去了 今天你跟我的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安然信靠 可以来到一个非常正常化 而坐下 当你坐下去 面对你的事情的时候 耶稣给你那个权柄 说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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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而这生命是怎样 他给你跟我 今天如同耶稣 坐在天上的时候 不单止 刚才我说 读过经文还没有读完 那经文是什么 你看13节 对不起 第一个 希伯来书10章 12 13节 13节这里提到什么呢 从此 等候他的仇敌 成了什么 脚蹬 第二个经文 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蹬 第三个经文 是什么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蹬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说的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是上帝说 他要使你跟我的仇敌 成为你的邦谷 哈喽 邦谷 为什么是脚蹬 因为仇敌的全病 不再也不能胜过你跟我 为什么 他已经是在 耶稣基督的脚下 既然今天你跟我 耶稣在天上如何 我们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也如何的话 今天仇敌 你不需要怕的 为什么呢 可能你怕鬼 可能你怕黑 回到家 晚上一定要开着灯 我以前是这样的 我很怕鬼 我在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幼稚园的时候 在我的幼稚园 后头 班上后头 有一个箱子 大大个的厨 中年都没有开了 老师都没有开了 有一天我的同学跟我说 来来来 你去到后面 听听看 好像有声音了 我们就傻傻这样 我很傻傻 我傻傻这样去了 我就把耳朵放在那边 他们就在后面 那一天过后 我回到家 我就怕 我怎么怕呢 我母亲上厕所 我就站在门口等 我母亲在那边洗碗 我就站在旁边等 我们去睡觉 我一定要抓着她 去衣角也好 什么也好 抓着的 我才能睡 地方里面 我怕到这样 我怕到一个地步 过后我父亲开始 觉得不对劲 就问我 到底做什么 过后我才讲出来 的时候我父亲 就好像hero这样 这里有多少个父亲 有多少个孩子 经历的父亲 好像hero这样 去到学校里头 跟老师讲过 那些孩子被骂到 过后那老师开给我看 里面才是全部输来的 你知道吗 你跟我有如此伟大的父亲 我们面对一些状况 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可以帮我们 解决一切事情 有没有 真的是有这样 你知道吗 上帝 上帝是如此地爱我们 今天你跟我面对事情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 天父啊 耶稣啊 我应该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在来到 食人宝座前的时候 你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祷告 你这个动作 是什么 是安然坐下 去面对你的状况 今天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来祷告 为什么好像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里头不够相信 不够知道说 这上帝是可以如此信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头缺乏神的道 因为我们里头缺乏 看见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看的 对不起 所做的一切 或是我们看了一次 我们听了一次 不够的我告诉你 你是要每天不停地听 你知道没有 有时候最近 尤其最近这几个月 我需要上帝的道 来帮助我 让我整个精神 让我整个心情 稳定下来 为什么 因为当我的眼目 从道里头离开的时候 从圣经里头一离开的时候 去忙事情的时候 仇敌得见就 告诉你 你要怎样做 你要怎样做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你这样 那些坏的意念 全部射进来 对不起 我发现说 原来连敬拜对 我也没有用处 那时候 我只能用上帝的话语 听上帝的道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道 说 让我安然 坐下来 去面对 我生命中的一切 去面对 我生命中的难题 各位姐妹 难吗 我告诉你 难 当你面对很多事情 绝对很难 开始的时候 绝对很难 但是 你在开始的阶段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选择 说 耶稣 我就是选择靠你 我不要靠我自己 你知道吗 耶稣说 当你选择 谦卑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你祷告 你是在选择 谦卑的 谦卑不用做出来的 OK 谦卑不用action出来的 我谦卑 我穿得比较 随便一点 那谦卑 谦卑不是你想办法 挤啊挤啊挤啊 做不出来的 但是当你不停地 看耶稣基督说 你的生命 自自然然就会谦卑 当你不停地 祷告 耶稣啊 你帮助我的时刻 耶稣啊 我不知道怎样做了 你知道吗 你在选择 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要谦卑 你要谦卑 我过去也被教导 你要谦卑 你就是不够谦卑 所以头发这样站起来 谦卑的头发要扁下去 OK我们两个都要去 谦卑不是你做什么 谦卑也是你 当你选择来 靠上帝的时候 自自然然 你就会谦卑了 谦卑不用gag出来的 gag不出的你知道吗 gag不出的 没有什么好gag的 那么就是很自自然 你在上帝的恩典里头 你自自然然会谦卑 弟兄姐妹 为什么 经文讲说 当你做了 做这的时候 上帝才让你的仇敌 一一的成为你的脚凳 因为发现上帝的做法 不是说帮你打败了一切了 你才能完全安息 以主怀地坐在那边 不是的 那个是直接回天家了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而上帝的话一切跟我们说 当你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你只需要安息地坐在那边 而面对一切 不会使你的仇敌 一一成为你的脚凳 弟兄姐妹 在过去三年吧 我每一年 我女儿都一年一次 去医院报道 差不多一年一次 而且时间差不多同一个月 差不多同几天 你知道吗 第一次我在面对这个时候 哎呀 那时候我女儿一岁多吧 一岁多吧 晚上 我跟她量 我发现我女儿已经开始发烧 她大概是38度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 领圣餐 被她祷告 我告诉你 我马上 哈 哎呀别 哎呀别 我怀疑 因为我听过这样的道 但是我心里还没有完全能 相信跟接纳 因为跟你说你听了 有时候你要知道 让你的生命流入出来 那是一段时间的 那我听了过后呢 哎呀别 我没有做 我继续跟她量 过后呢 你知道吗 那整晚我不能睡 我憋着 我憋着 我一直不能睡 我一直憋着 我憋到早上 3点50分的时候 为什么我很清楚 因为我整晚不能睡 我一直在看到 我看到几十天亮 几十天亮 我整晚憋着说 要不要送她去一夜 要不要送她一夜 哎呀 好像股票这样 38了 38.5 38.9 39 39.5 股票升到这样快 好不好啊 你知道 这个 他发现说 升到39.9 我真的是憋不住了 我憋不住了 你知道我真的要用憋了 我憋了 我太太在那边 睡到很 为什么呢 因为她知道 交托上帝就交托上帝 但是我知道啊 牧师你知道吗 牧师也憋到这样 我憋到3点50分 圣灵又一个 给我一个 一个清新的声音 跟我讲说 去领圣餐 不要祷告吧 我说 好 我投降了 我出去 安安找不到 Rabbina 过后我就想起 哎呀 不一定要Rabbina 清水就好了 那去哪里找面包 刚好有面包 湿一点 就 奉出耶稣名 为了我女儿祷告 我就吃了圣餐过后 我就进去 按手在我女儿身上 祷告过后呢 那时候是3点50分 过后 我就等一下 我等了大概10分钟 突然间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 再跟他量 我一跟他量的时候 从39.9 40跌到38 好像38 对 大概38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突然间 哇 上帝 你真奇妙 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经历了一个东西 原来靠上帝 上帝可以处理 一些没有可能的事情 我这样告诉你 这见证不是告诉你说 你在你的女儿孩子 身上也可以这样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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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凭着圣灵给你的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年的时候 又再来这样的事情 我告诉你 有时候上帝很好玩 你知道吗 第二年的时候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对不起 我忘了讲 我们过后就送他去医院 医生就 哦 原来中了 Dengue OK 解决了 过后多几天就出院了 感谢耶稣 没有什么事 那第二年 差不多同样时间的时候 又来了 晚上开始38了 啊 38了 我学乖了 为什么 我说好 我选择说 靠着领圣餐 专注在耶稣基督使家上 我把我女儿交托 我交托了 跟我跟他量了 过后呢 甚至有个感动 哎呀 给他吃一点发烧 我就去睡觉了 我跟你说 我睡到我都忘了 我的女儿还在发烧 我睡到早上 五点多六点 好像突然间 被上帝叫醒 叫醒 去量了 哎呀 39点多 不要紧 然后好像很平安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平安 过后我继续为他 祷告了过后 我就等天亮 送他去医院 对吧 你知道吗 两次经历 还是有送医院 原来第二次种了什么 Hepatitis A 对不起 不是Hepatitis A Infusa A 流感A型 那么过呢 过呢 你知道吗 来到去年 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就叫去年的时候 突然间又再来这样 你知道吗 有时候牧师 有时候也会咬动 那我看他烧起来了 我就想 好了 应该上帝会保守啦 我是take it easy啦 但是我有点挣扎 有点挣扎 要不要松海 要不要松海 因为我知道 一直浮起来了 过后呢 也是来到半夜的时候 上帝跟我说 为什么你不靠我 好 我说我靠你 我靠你 过后呢 你知道吗 那一天 他的烧是四十点六 你知道四十点六是爆表的 四十 你就要送宴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天晚上 为什么 本来 我前半晚是 整个人一直 我不知道我要怎样 我不知道要怎样 不然前上帝跟我说 交托 那时候 好了 我就学习交托 交托时刻的时候 我看出 哇四十点六 我更加紧张 上帝啊 要不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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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加紧张 我更加紧张 要不要松 请拜对 你知道吗 我更加紧张 但是我看到四十点六的时候 你上帝啊 上帝给我说 你上帝啊 上帝给我一种平安 他说 等 你看我做什么事情 等 我等哦 等到过后有下吗 四十点三 他说上帝啊 到底是什么 上帝啊 到底是什么 你上帝啊 上帝给我一种平安 等 等到天堂 送他去医院的话 原来 挺复杂 必行 我跟上帝讲 你真的幽默 你让我的女儿 ABC ABD都考完了 ABD都考了 及格的 毕业了 对 有时候上帝 透过一些小事情 一些事情 来帮助我们 到底 我们能 多信靠他 到底我们能 多仰望 十字架 你知道吗 恩典不是一个 佛在空中 不是不是 你绝对会经历 上帝的恩典 当你每次看到 耶稣基督的时候 In some how 你知道说 你不需要 烦 事情解决了吗 我告诉你 没有解决 就好像我面对 女儿事情这样 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但是我这样跟你讲 我不是叫你说 你等你的女儿 是死了 才送他去 不是 你要凭着圣灵 给你的感动 做应该做事情 你祷告耶稣 所以耶稣给你的感动 是这样 你就该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 而不是你 你就是 哎呀 随随便便 牧师说怎样 这样 不是的 你要自己祷告 如果耶稣给你感动 三十八送宴 那就送宴吧 如果耶稣给你 给你很亲友讲 等一下 看我做事 那你就等一下 我想要讲什么 今天我们能多选择 坐在上帝里头 安稳地去面对 我们的那些事情 今天可能你的生意 面对很大的难处 市场都说 这是非常难过的一关 非常难过的时刻 但是用姐妹 你跟我的经济 不是这个地上的经济 而是天上的经济 那你看着耶稣 你知道说耶稣啊 不管外面的经济状况多差 不管别人的生意 生意多好 我多不好都好 我知道在你里头 你看顾我 你定时 会给我 所有的需要 当今天你去考试的时候 你说别人是要 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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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教你不要 分析功课 不是没有这样说 你做你需要做的 你知道吗 努力跟劳力是有分别的 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依然努力地做工 哈喽 保罗不是说吗 没有努力做工 有饭吃吗 没饭吃啊 圣经经文讲啊 保罗 没有说你不要做工啊 你不要就懒懒懒懒懒懒懒在那边 做嘛 圣经讲做嘛 我们就做咯 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做事 当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位置 你仰望祂的时候 你面对你的考试 你面对你的生意 你面对你的感情问题 你面对你婚姻问题的时刻 你可以依然安息 吃好一顿饭 有一个很好的睡觉 哈喽 我想这里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晚上是睡不着 哈喽 为什么睡不着 很多时候 我们在某一些东西上 我们安息不下来 所以你知道 你的身份是什么 上帝给你的身份是很简单的 哇 这个命好不好 非常好 你就是做这安息 去面对一切 上帝跟你说 做什么 你就去温习什么 叫你看什么 你就去看什么 叫你去注意哪一门生意 你去注意 等时机到了 赶快进去 上帝跟你说 是时候转工了 就好预备啊 转工啊 弟兄姐妹 在我来今天下午 对不起 今天半晚在这里的时刻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的季节正在换 而你这个新的季节的开始 你是要选择坐着去面对 你的挑战 你前面的挑战 相信耶稣不是无风无雨 你还是会有风又雨 但是这个风雨里头 是由耶稣跟你同行 今天你在这个转换季节里头 你这新的季节的新的一个学习是什么 靠着耶稣 去面对你新的生意 你新的工作 可能新的学业 还是婚姻更新 婚姻没有新的啊 结了就结了啊 更新 进入新 新 弟兄姐妹 这新的里头 不再是靠着你自己去做 而是靠耶稣 去面对一切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看见说 仿佛 这个教会的季节 你秋天 你收成了 你收成了 多少 不要紧 什么意思 你收成了 过去你在这教会里头 你领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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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已经装在你的口袋里头 足够你去过你前面的冬天 什么意思冬天 很多时候你去到西方国家 冬天就是一个安息的时刻 休息的时候 为什么要休息 因为要安息休息 春天要来到了 而弟兄姐妹 上帝给你的道 你所领受的多少 都不要紧 因为上帝的恩典 足够你用 已经收在口袋里 够你吃这个冬天里头 在安息里头的时候 你可以靠着 他给你的应许真理 去面对你的艰难 你的挑战 足够有余的 因为发现你走过的时候 是足够有余的 为什么 上帝要预备 你在这冬天 好好地休息 来预备春天的来到 春天会来到 而你这春天来到的时候 你不再是 我想尽办法 而是 上帝 我应该怎么做 上帝 你教导我 上帝 到底 什么是你给我的时机 什么是你给我的命定 什么是你给我的位置 弟兄姐妹 这时刻 会来到 你要专注在 耶稣记录里头 你的生命 要挤高 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每一次圣经里头的争战 尤其 尤其在几时呢 这只有一点了 尤其 在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在征战的时刻 在立飞钉 这个地方的时刻 是什么 耶稣亚跟加勒 对不起 富尔跟 富尔在山上 跟摩西在一起 耶稣亚跟加勒 在山下打仗 你知道立飞钉 是一个什么地方吗 立飞钉的原文的意思 是一个安息之处 为何上帝让他们 在一个安息之处 面对他们的仇敌 因为上帝要让你看到 当你选择安息的时刻 专注仰望耶稣的时刻 他为你争战 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着上帝而来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 我们谢谢你 你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一切 让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坐着 去面对一切 去解决一切的问题 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眼目 是常常专注在天上 在耶稣基督 你的身上 好像你叫罗亚 就是那天上的窗口 看着专注在你的身上 不看左 不看右 而专注在你的身上 主啊 帮助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的心 可以安稳在主你的面前 主啊 帮助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睛 可以常常仰望在 耶稣基督你的时刻上 主啊 祂圣灵不停地提醒我们吧 主啊 祂圣灵不停地帮助我们吧 祂叫我们看在 耶稣你的身上 耶稣 祂就是我们的目的 耶稣 祂就是我们的供应一切 感谢耶稣 祂是同志耶稣基督的美 阿们 祂圣灵不停地提醒我们的 祂圣灵不停地提醒我们的 祂圣灵不停地帮助我们的